汉代古墓怎么会有后世不同时期的文物呢 难道是三国唐朝乃至宋朝出现了穿越不成 费尽心思建成了一座好好的古墓 又为什么要人工挖掘出一个可能破坏古墓结构的水塘呢 种种离奇迹象都把矛头指向了同一个落点 摩金校尉之说 如果我们假设早在三国时期 这座古墓就被曹操设立的摩金军团光顾 那么水塘存在也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因为在古代唯有靠着一支专司盗墓的军队 才能有能力人工开掘出这样一个深坑 而这座深坑如果原本就是一个巨大的盗洞 只是因为地理条件年九集水形成了水塘 那么在墓顶建水塘的疑惑也就迎刃而解 这就是户中出土的那把三国时期 有着卫国刻度的长齿 与汉代度量单位完全不同 根据这把长齿可以推断出 大云山古墓正是被曹魏摩金校尉军团发现 并大规模盗取了 至于那些来自唐宋不同时期的产型工具 也是古墓反复被盗的证明 可怜墓主江都王刘飞惨遭盗墓贼 一次次的毒手 两千年来一直被骚扰 不得安宁 摩金校尉 何则兄 分则死 既然这么厉害的摩金校尉真的存在 那么曹操设立的官方盗墓机构 自然会被后人效仿 三国一史 民间便有乱世起盗墓昌的说法 而这些历史上的大规模盗墓组织活动 到底算不算摩金校尉军团的延续呢 画像中的这个人叫黄超 唐末农民起义的领导者 作为不折不扣的农民领袖 军中缺少资金的问题 一直困扰着他 想到曹操当时的做法 黄超 你拍脑门 也就决定就近挖掘古墓 弄点军饷 军队行至陕西咸阳附近时 黄超听说 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合葬墓 乾陵就藏在附近的梁山之中 于是立即决定 动用四十万起义军挖山寻墓 而农民起义军完全不比曹操费尽心机 寻来的盗墓高手 地理学 考古学 工程学 更是一点都不懂 他们就这样在梁山西侧 挖山不止 甚至挖出了一条举世文明的 黄超高 却也没吵到乾陵所在 这与摩金校尉完全没有可比性 自然也不能算作摩金校尉军团的延续了 继曹操之后 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二个官道机构 就是北宋刘豫降金后建立的 刘豫这个人原是北宋的朝臣 金人入侵后 刘豫为了图自保 投降了大金 建立了伪政权 这个家伙不像其他大臣一样 忠诚爱国也就罢了 更令人唾弃的是 他酷爱盗墓的学问 一心想要发偏财 所谓道义有道 曹操的摩金军团 是有着严格军规制度的 而这个刘豫呢 竟然帮助金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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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